人工智慧話題不斷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接受美國福斯電視台專訪 談到他想成立一個新的AI平台 来取代最近备受瞩目的聊天机器人 Chat GPT 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馬斯克近期試圖挖角Google的AI研究人員 並在三月與美國內華達州 註冊了一間名叫XAI的公司 似乎想和Chat GPT開發商OpenAI一較高下 不過OpenAI其實是由馬斯克在2015年 和現任OpenAI執行長阿特曼等人共同創辦 但二零一八年馬斯克從董事會卸任 隔年透過推特解釋 是為了專注於特斯拉和SpaceX的事業 他也在訪談中多次表達 對人工智慧發展的憂慮 馬斯克認為AI有毀滅人類文明的潛力 今年三月他曾和一群人工智慧專家 以及產業界人士共同呼籲停止開發新版GPT 以免對社會帶來更多風險 並和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會面 期盼政府對AI進行監管 一邊疾呼人工智慧危險 一邊投身人工智慧新發展 馬斯克的AI佈局引發各界關注 華視新聞的論言益